玩游戏是玩物上是 玩物上是 lazy or you know it's like a waste of time because there's no money in it 玩游戏的孩子 前途如此惨淡 我们不能算大钱 肯定可以 我认为游戏只要肯定会提高 我对这个行业的前景 还是非常好的 It's really It has a bright future 游戏行业究竟是 微爱发电 还是日进斗金 本期的行行友内幕 请到了三名游戏人 谈谈那些 你不知道的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本期行行友内幕的主持人小三 首先呢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愿意接着我们的采访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属小强 我在游戏行业从业 已经有20多年了 基本上所有平台的游戏都做过 I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With a bachelor degree in Business Economics I'm a level design consultant for redemption games based in San Diego Hi 大家好 我是Jim 我现在是一名游戏UI程序员 就职于美国某大型游戏公司 我目前已经工作了5年 可以感受得到 三位在游戏行业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呢 那我也非常好奇 为什么大家当时会选择 进入游戏行业工作呢 有没有什么契机 或者刺激到你们的事件呢 我们最早都是打红颈打过来的 所以那时候只要是个男的 肯定是想玩去做武器 我自己从小其实是对艺术和文科领域 一直非常感兴趣 但是在本科的时候我却选择了计算机行业 作为我的专业 然后从而走上了游戏的这条道路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日常吧 我现在是这个公司的AD 那基本上跑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先看一遍所有小朋友做的东西做的怎么样 接下去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和制作人去讨论 就是目前阶段我们现在着重点放在哪一块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做这样子一款游戏 然后最近比较关注的可能是角色方面的东西 角色肯定是和游戏的背景 游戏的整个故事框架 包括我游戏的整个艺术风格的一个定位 包括每一个场景的定位都是相关的 然后在不走平安美术风格的一个情况下 会给他们一定的发挥空间 Fortunately for me I can make my own schedule so I'm more of a morning person I'll usually work for maybe three hours and that process can be from playing their game for inspiration on levels making like certain layouts that I like testing it you know maybe scrapping an idea making a new idea and then like finishing the level and then playtesting it to make sure it's you know how I want the user experience to be 我们的三位嘉宾有两位是在美国 一位呢是在中国的游戏行业工作 想请问一下大家 在自己目前工作所在的国家 游戏行业的前景是什么样的呢 I think it's really it has a bright future you can see the past maybe 10 years time where gaming was looked down upon to kind of being a niche kind of thing and now it's the best time to get into it if you're even slightly interested because there's positions for everything whether it's you know a management position or like a customer service position like any kind of position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gaming industry for and if you just have the passion for gaming you can find a way to answer it 从腾讯的角度来说 他后面会以提高质量提高玩法为主 去把他自己的这个能力给提升上去 当然那个充钱是逃不掉的 网易是另外一种 网易本来就是他的美术质量就还可以 网易出来的大多数的游戏 还是偏国风多一点的 所以他也在尝试呢做一些转型 就是说不能把风格局现在一块地方 我对这个行业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因为就近的来说像今年很特殊的情况 因为疫情嘛 然后游戏其实它在扮演一个娱乐产品的同时 它同时还发挥了非常额外的作用 无论是对现实社交的替代 亦或是在疫情期间 对于用户的心灵的这种抚慰 游戏都显示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 它不再是作为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 过去大家认知的娱乐产品 而是会和其他领域发生更多的话学反应 哇那游戏行业真的是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 到现在游戏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行业了 但是就算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对游戏行业有非常多的误解 那在你们看来大家对游戏行业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对游戏行业最大的误解是有没有钱 有很多钱 我认为这是人们开始知道 对游戏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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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还能够提高就是人的认知 人的反应速度 反应能力 可能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会容易把好点子很容易就等同于好的一个设计 就是大家会非常专注于各种创新的各种点子 但却忽略了就是游戏开发的漫长以及困苦 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大家会很容易把实际的开发然后忽略掉 而只把好的设计作为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事物 这就好比是说过去的木匠 也不可能说一个木匠拿着一个好的设计图 就可以跟顾客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木匠 他最终还是要把一个好的产品给做出来 其实除了这些 我们对游戏行业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肤浅的认知 就是你们一定挣的很多 真的是这样吗 游戏行业其实是跟着用户走的 你可能是一个大IP 我大IP要大制作 大制作可能可以去赚大钱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大的IP是死掉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独立游戏 它是小制作 但是其实它到后面是赚了很多钱的 游戏行业是一种开始 在那里面的赚大制作 在那里面的赚大制作 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主要 你不能在家里去告诉父母 我想在游戏行业 他们会觉得 是的 这也影响到费 在那里面的联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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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必须在那里以前的联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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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的联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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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您有联络联络联络的事情 外来会有关系 也许有关系 所谓是没有工作 小朋友就会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然后什么都不敢 另外一个极端是 他觉得自己很有力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其实你一个新的人 在加入一个公司的时候 不听你的是很正常的 我只需要知道的一个就是 第一你的公平底到底怎么样 第二个沟通能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听得进话 不是说你一定要听话 但是你必须得听得进 别人给你的一些建议 如果你需要求职的话 最好是寻求类推的机会 所以说如果各位同学 有认识的在游戏公司 工作的学长学姐 就是说一定要去尝试 通过他们去寻求 一些类推的机会 这会加大你求职成功的机率 那么你身边有做游戏的人吗 他们是不是也对自己的工作 发自内心的喜欢呢 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 以上就是本期 《航航有内幕》的全部内容了 想看到更多行业采访 欢迎订阅我们 Boss直屏 超爱的学生的招屏APP 我们下期再见